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术后 这个原本开朗自信 天天揪着我骂的人 一下子灰暗了不少 连骂我的心思都没有了 站在女性的角度看 乳腺癌发病率不容小 她在早期很容易被忽略 往往确诊时已数晚期 实际上 乳腺癌在早期就有一些症状 如果能及时发现 就可以尽早治疗 取得不错的效果 地图底蜿蜒 最简单的自查步骤在此 下面 就我们就来看看乳腺癌的五大早期症状有哪些吧 症状一 乳腺肿块 乳腺肿块是乳腺癌最常见的症状 约90%的患者因此前来就诊 在月经期 由于激素的影响 一些女性会出现乳腺肿块 不过 千万别自己吓自己 这类乳腺肿块和乳腺癌形成的肿块可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乳腺癌形成的肿块 有哪些特征吧 一 部位 分别以双侧乳头为中心 各画一个十字坐标脑补一下就行了哈 别真去找笔往自己胸上画 乳腺癌形成的肿块好发于双侧外上象限 二 树木 多数情况下 乳腺癌发生在单侧乳房 单发肿块较为常见 三 大小 早期乳腺癌的肿块一般比较小 有时候和一些良性病变很像 不容易区分 不过 乳腺癌的肿块变化迅速 往往在很短的时间里会明显发现肿块变大 如果自查的时候触及肿块感觉不太对劲 建议大家尽早就诊 请医生加以确认 四 形态和边界 绝大多数乳腺癌的肿块表面不光滑 自检的时候隔着皮肤摸上去有节节感 此外 肿块还会向周边地区不规则生长 没有特别清晰的边界 五 活动度 早期肿块偏小时 活动度较大 一旦长大 很容易侵犯到下层肌筋膜 再进一步发展 可能累积胸大脊 肿块变得难以推动就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去医院确认是否为乳腺癌 就真的太晚了 症状二 乳头异液有些女性在非哺乳期也会出现乳头异液 引发这一症状的因素很多 其中之一是乳腺肿瘤出血坏死 自查的时候怎么判断呢 可以看看是不是血性 浓性异液 这种情况多数姑娘估计一看也怕了吧 倘若只有单侧一液更要警惕 因为有100%25%的概率是乳腺癌的表现 症状三 乳头改变乳腺癌在发生 发展的过程中还会导致乳头扁平 回缩 凹陷直至完全缩入如晕下 有时也可导致两侧乳头不在同一水平面上 更严重时 甚至会发生乳头迷烂 成是怎样改变 例如有一种特殊的乳腺癌 名为puget病 就有这个特征 症状四 皮肤改变不正常的皮肤改变 有时也能提示我们乳腺发生了癌变 所以姑娘们爱美 喜欢照镜子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夏天沐浴时顺便照一照 皮肤有什么变化立刻能看到 以下四种改变是比较典型的 我们挨个儿来看 一 皮肤粘连 我们体内起支撑乳房形态作用的韧带 叫乳房悬韧带 goper韧带 如果被乳腺癌肿瘤侵袭 它就会收缩 变短 切拉皮肤形成蛙线 外观看起来跟酒窝差不多 所以称为酒窝症 这是很容易发现的一个症状 二 皮肤前表静脉曲张 如果乳腺癌肿瘤体积较大或生长较快 表面皮肤会变得菲薄 与此同时 静脉回流受阻 皮下的前表血管常常会形成静脉曲张 三 皮肤发红 患上级 慢性乳腺炎时 皮肤很容易发红 这样的情况在上述乳腺癌中也会见到 乳炎性乳腺癌 要是发红的范围不断扩大 同时出现皮肤水肿 增耗 温度升高等现象 别耽误 快去医院 这种乳腺癌往往恶性程度高 根据经验预测之后的情况不是太乐观 四 皮肤水肿 乳腺癌患者的乳腺淋巴管回流会受阻 例如 淋巴管内淋巴液积聚 皮肤因此变好 毛囊口扩大 深陷 外观与橘皮相似 医学上叫做橘皮症 症状五 液窝淋巴结肿大乳腺癌在发展过程中还会沿着淋巴管扩散 最常见的淋巴转移部位是同色液窝淋巴结 起初 肿大的淋巴结上可活动之后会逐渐增大 融合或与周围组织固定 肿大的淋巴结如果侵犯 压迫液静脉 常常导致痛侧上肢水肿 要是累及相关神经 还会引起手臂与肩部酸痛麻木 为了方便女性自查 上述症状可以简单总结成下图 知道了这些症状 希望各位能更加关注自己的乳房 定期自查 此外 还有很大一部分乳腺癌缺乏特异性表现 很难区分良恶性 因此 一旦发现乳房有异常 就应及时去医院进行B超检查 根据临床表现 体检 以及B超下的Birides分类Bre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for Ultrasonography 乳房成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医生可以大致做出判断 再根据结果进一步治疗 早发现 早治疗是提高乳腺癌预耗的关键措施 只有这样 才可以通过综合治疗来缩小手术范围 部分情况下还能保乳治疗 大大减少女性的身心创伤 在此需要提醒各位 有1%左右的乳腺癌患者是男性 多发生在在50岁70岁之间 真是猝不及防 男性居然有患乳腺癌的风险 想到以后 不禁有点淡淡的忧伤 至于长期关注我们的广大女读者们 看完不妨顺便给自己的老公 男朋友 男闺蜜们都提个醒 关爱乳房可不只是女性的事呦 乳癌防治疑三招 从饮食防治乳癌 让自己健康 第1招 多品尝海藻类 常吃海带和紫菜 或吃蓝绿藻类 哈佛大学工卫研究人员指出 喂食海带的老鼠产生乳癌的比率较低 海带 绿藻含液绿素 具抗癌作用 而它所含的维生素C及类胡萝卜素可对抗自由基 第2招 脂肪减半 每天脂肪的摄取量只占总热量的20% 因为高脂饮食 常吃动物性脂肪 会增加乳癌发生的危险率 第3招 多补充纤维素 多吃蔬菜 水果 颧骨类及肝豆类得到纤维 纤维能降低血液中动情激素 血中动情激素浓度高 亦产生乳癌 第4招 多吃十字花科蔬菜 多吃钢梨菜 花椰菜 绿花菜 白菜 无论是生吃 汆烫 还是蒸煮都可以保留抗癌营养素 第5招 吃鱼每周至少吃三次生海鱼 例如鲑鱼 灰鱼 鱼 沙丁鱼 会抑制前列腺素的作用 前列腺素会引起发炎反应抑制免疫系统对癌细胞辨识的能力 第6招 学习大豆的秘密多吃豆腐 味葱的大豆制品 大豆含G&S味品 为一种天然的植物性动情激素素食者比一般人得乳癌的几率较低 第7招 改买有机食品尽量买有机水果 蔬菜 骨类 乳制品 肉及夹型类 因为依规定生产之有机产品 富含与乳癌高发生率相关的杀虫剂 例如富含DDT及其他环境毒性物质 第8招 补充有益身体的健康食品 喝黄纸茶 补充新 葡萄紫萃取物 喝下喝黄纸茶 可以增加体内伤癌细胞的能力达10倍 葡萄紫萃取物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C的20倍 第9招 多吃菇类 多吃香菇 骨柔 松菇等 或是吃零支也可以 骨柔能刺激免疫机能及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骨柔的DF-Ractyl可以活化免疫季口来对抗乳癌 第10招 喝茶绿茶中置咖啡因只有咖啡的一半 绿茶含抗癌的抗氧化物极多分类 会降低身体被自由基的伤害 有益研究发现 妇女一天喝十杯茶会降低癌症的发生比率 日本妇女罹患乳癌的比率低 绿茶可能就是其中原因 第11招 选对有好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能减少癌症的产生 西班牙的妇女饮食用油多为橄榄油 得乳癌几率较低 就是她们吃最多的油为橄榄油 第12招 喝植物性化学成分 做好朋友多吃蔬菜 水果 骨类 种子 和果 这些食物含植物性化学成分 如多分类 能保护细胞不被伤害 并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第13招 每天都吃青葱科的蔬菜 多吃青葱科的洋葱 蒜 酒 青葱 可以帮助防治乳癌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